肺育清不行了 肝癌指数增加 情况非常危险 肝和脑部爆血管 肺育清正式进入昏迷状态 存活下去全靠意志力 将会在医院报哭求医生救肺育清 张飞接受采访说出实情令人流泪 去年小哥肺育清才宣布丰脉 没想到就传出有接班人 而其实是天后艾勒陈佳化 近日推出新单曲晚安歌 此曲和肺育清唱红多年的晚安曲 歌名类似 当前辈小哥已宣布丰脉时 艾勒是否有接棒前辈的企图心 他笑说可以吗 偷笑期盼自己的创作 能像小哥的招牌曲一样 永久流畅 艾勒陈佳化推出魁为已久新单曲晚安歌 以曲词谱写为人母的心情和心声 晚安歌更为艾拉秀巡演中的精华ending曲目 让大家先听未快 因为疫情而延缓的艾拉秀 新作 新巡演叙事待发 他先行透露晚安歌不但是艾拉秀的压轴之作 更深信晚安歌能像前辈小哥肺育清的招牌曲晚安曲一样 用深情款款的歌声 成为抚慰心灵 激励自己的新神曲 艾拉相夫叫子 看住儿子的逐渐长大 他母性潜能大发 勇敢而发写下晚安歌一曲 即由自己的正向思维 送给正在位生活 为梦想努力的每个人 为自己的付出给予掌声 勤勉自己在心灵获得慰藉的抒压 更勇敢面对未来 不要忘了在一整天结束之前 在跟自己说晚安之前 跟自己说一声谢谢 明天太阳依旧会升起 大家一起继续加油 Ala深信 生命充满了挑战 每个生命的到来 都是那么的不容易 但生命本身也就是奇迹 晚安歌由Ala作词作曲 黄韵玲制作 Ala表示 灵感源自当妈妈的深刻体会 她回忆生小孩的时候 不光是当妈妈的自己 就连她肚子里的小生命 她自己也在努力 好不容易你才来到这个世界上 我们更应该要快乐地去过每一天 努力地去过好每一天 好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